另外,今早我聽了李偉寧和李卓人做的《風波女的茶杯》 芯哥說私人理由告別D100 當然芯哥也有自己頻道,志心與志豪的頻道 你知道芯哥最近的言論 尤其是關於特朗普和美國大選 你問我就是低到不得了質素,差到不得了 你問我垃圾級別 我不聽,不用發給我 四年後你特朗普不要再選了,78歲 人流影響判斷力,但現在拜登已經78歲了 不過他不是說自己拜登支持者 甚至連四海哥也忍不住發帖給他 神區也忍不住發帖給他 很多網民都屌實他 私人理由,我不知道與這些事有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的評論是差,垃圾 你是不單是有質素問題 你是不報導事實問題 明明有很多舞弊的東西,你就說沒有 他說有,他就有 很多片,多次亞洲的片,你事而不見,他等等 然後被人拚? 如果是因為這樣而不做 我只是覺得這些是波點心 但他也沒有說不做這一版 就是吳智森,當日在千禧年代拍周庸 後來就覺得,可能他的言論是比較親民主派 不喜歡了,當時政府說要搞了 譬如玉敏,大班還在商台說話 就被人拚了黃昏時間,自由風 之後自由風,自由風,都要被港台 不再拚你了,做頭條新聞 今年又要被人封殺 阿森哥,當然連書展都看到他對人就不錯 他沒有什麼,他真的沒有什麼 不過當然對於本土派那些就不是那麼認識 他問我這個有誰,那個有誰,那個有阿森哥 他問我這個有誰來,他等等 我那個叫阿森區,這個有誰來,他等等 但是他這麼多年來 對於本土派和本土派就不僅不是很了解 甚至我們也沒有了解,說很多都是不公平的評論 對於本土派和本土派,他支持得和理非 譬如說這些人,他們說我們有份 除了會說,他們不說髒話,就不會說話 美國會幫你嗎?你們要搞革命嗎? 有武武嗎?你有槍嗎?有炮嗎?你有軍隊嗎? 你會見到去年就說對於本土派的懺悔 但之後的評論也有些古態的複文 當年他也有受過很多批評的 就是受到民會報,你支持到民主 總是不讓你繼續在港台發聲 所以你問我,不同的聲音都要聽一下 所以我經常聽他的節目,這陣子都聽到 他眼火爆,尤其是一講美國計算,一講他特朗普 我不知道他就說D100,他不知他會不會再做 在自己的頻道 怎樣都好,再看看那些發展 那天啊